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米露 那蘿蔔拉斯最近 迎來海賊旺的改版 現在伺服器非常的不肯定 米露登錄了好多次來進來 那米露也先體驗了幾個部分 那他有更新的部分 第一個是等級的部分 那以統計數來講 米露把近戰的統計點到2550 他就表示是上限了 那表示我們的等級最高也到2550 也是上限 所以他這次總共提升了100等 那在果實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來抽一次改版後的果實 會抽到什麼果實呢 寒冰果實 欸等等 寒冰果實 怎麼變成這樣 有眼睛了 變比較Cue喔 沒錯 他這次改版的重點就是 他把果實的外型全部再重新塑造一遍 那我們來看一下果實的造型變成怎樣呢 看我們身上的果實 你看造型都變得比較Cue一點喔 暴果 你看暴果變這樣 靈魂 獨一 愛玲 重力 所以我們要重新的去認識果實了 因為他的外型都變得不一樣 然後變得有一點擬人化 卡通了有點Cue了 變得很可愛喔 女生應該蠻喜歡的 每顆果實都重新製作他的外觀 很可愛的喔 舊版的米露會放在旁邊給大家看 差非常多啊 這是他這次 我們在官網沒有提到的部分 好 好 那我們把這顆先收起來 冰果實 那首先我們再來看一個地方 就是呢 他把公金果實重新塑造了 不能說重新塑造 他把它改變了 變成一個火箭 那米露買下去的時候才發現 欸 火箭我怎麼有 變過 所以他就是把公金果實跟火箭果實 把它混合了 然後重新製作了一個新的果實 我們就叫他 洛克人果實 為什麼是洛克人果實呢 你看喔 米露放第一個技能 第技能 這效果像洛克人啊 然後放一個火箭炮出去 然後第二招 放一些甩炮喔 再放一次 甩炮 然後C技能是 衝擊技有往上衝 那F技能呢 變成一個火箭人啊 在飛 那這個有沒有傷害 純粹是飛行用的 OK 那這是公金果實轉換為 火箭果實的 一個轉變 那這對新手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因為他可以飛翔 那殺傷力也蠻不錯的 也有遠距 造型蠻酷的 OK 這是果實異動的部分 那其他果實的能力 應該也有稍微的改動 那帶你比如去發掘 還是朋友們你們有發掘了 就可以跟你們講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去 新島嶼看看喔 那要去新島嶼之前呢 我們先來開船 聽說船沒有改動一些 應該是外型會改變 第一個是 這個免費的船 硬當 喔 變得比較像船一點 第二個是滑溪 這台就變得比較大台一點喔 那這個鋁1000 叫叫看 這個 沒有改變太大 外觀稍微有個變動 這個呢 喔 這台不是那麼大台喔 可能要呼應那個新的BOSS 船用大台一點 好 接下來看下一個 那這一邊這個 海賊的船呢 喔 這一台 這是影片中的那個船 飛行船嗎 翅膀 怎麼會動 有了 有了 喔 很像一雙鞋子啊 是不是很怪喔 第二個是什麼 喔 這是我們那個 很小很小的火箭船啊 來做做看 超大台的 喔 這是之前那個很小的火箭船啊 超難做的 可能被人家反應超難做的 結果現在把它搞這麼大一台 飛起來喔 你開一開還會飛起來喔 開一個呢 還有嗎 這裡有一個五千的耶 新的船喔 喔 這個船 很大海耶 怎麼不一樣啊 速度好差不多 這是要去抓籃奇金槍魚的船 所以它會燒呢 哇 這個船前面還有燈籠耶 它離開海的時候 還可以按摩 很酷喔 哇 它這次船隻有大大的改變 然後船隻的 船隻的大小也都變大了 也比較好開 那我們開那一台速度比較快的那一台 應該是第一台 免費的這台 這台速度最快 開這台去吧 可能是因為它小啊 看起來速度快 那新的島嶼在哪裡 飛起來囉 新的島嶼在這裡 在龜島跟鬧鬼城堡的中間 好的我們現在來到新的島嶼 新的島嶼它叫做Tiki Office 它是翻譯的話 是可以直翻 它變成 提基前哨戰 那在網路上大家都說它像司法島 看起來也還好 它應該是模仿古希臘的那邊的建築 因為它這一次的BOSS叫 立尾坦 它是古代的巨大神獸 那我們就來到了Tiki Office 那我們現在來找一下 新的NPC在哪裡 首先我們來到 我們從正面進來之後 進去左上角這邊有一個小屋梯下去 那下去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NPC 那你跟它講話 那第一個呢 它是可以拿到一條 稀有的鯊魚牙齒項鍊 那第二個呢 它是可以拿到傳奇的 一樣是要這些特殊道具 才可以去拿到 那這些材料呢 基本上都要在海上事件的事件裡面 打你的怪物NPC 它才會掉落 可能要打網啊 然後要打一些小怪啊 因為它都有新的事件會出現 那你收集完之後再來找它 那你就可以跟它更換這個視頻 那第三個鎖定這個部分呢 你必須要完成遊戲裡面的兩個特定任務 跟事件觸發 它才會讓你去購買這個東西 那這個應該是在海上事件會的觸發 那我們再去找下一個NPC 那下一個NPC一樣啊 你在正面進來之後呢 往旁邊這邊下去 那你會看到這裡還有一個NPC 那這個NPC呢 它是換利維坦的王冠 這個道具都要打利維坦才會掉 那這個Steer是黑鬍子的道具 那你打黑鬍子是百分之百掉落 你如果打了三十億隻的黑鬍子 就是不給我 那第二項呢 是利維坦的盾牌 那一樣是要打海上事件 拿到那些特定的道具 你才能再來合成這個神話的裝備 那第三個呢 這個看起來就像是一艘船啊 有一艘船系的船 那你也是要打一些海上任務的道具 這個應該是利維坦的影片 這都是特定的道具 這個就是我們打在船的時候 有鎖住的那兩艘的其中一艘 我們接下來要去找那個 新的拳法NPC的位置 那首先我們在DKOPS的正面 那我們往右邊走 去找那個等級比較低的 任務NPC的位置 這個NPC的 接的任務是在2455 那這邊的話 你從他這個角落往下走 那這邊會有一個導法 那你走進來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人 那你讓你跟他講話 他說Hey man 你缺乏了一顆冷酷的心 那他這個應該是要觸發某個條件 他才會讓你學習 好我們一樣回到DKOPS的正面 那正面之後呢 我們往上走 我們走到這棟建築物最高點 那出去看 這邊有一個人 那你跟他講話 那第一個他會跟你講 地圍坦的故事 那第二個的話 他是會透露你地圍坦的消息 他會問你說你想不想知道 有關網的訊息啊 想不想知道呢 想知道的話 你就要給我1500FB喔 那這一個就是要提供 王的位置的線索的NPC 要去打王的人呢 建議組隊喔 因為這隻王非常的大隻啊 一個人可能要打 有點 最少也當個345個朋友 一起打這樣比較有刺激感 王是站滿了整個畫面 這隻古代巨獸 那打贏王之後呢 收集了那些道具 就可以去更換他的裝備 那想必這隻王應該要打很多次 那我們接下來去下一個NPC呢 那在這個最高的建築物 單體的建築物 好了 那這個NPC蠻像學龍爪拳的那位 那我們跟他講話 那這一隻呢 是附魔師 那第一個呢 是讓你選擇 你要附魔一個建築的槍 那我們又稍微測試了一下啊 那這邊是Rona的能力 那你必須要有這兩種卷軸 那一個卷軸是3%的機會 可以祝福成功 那一個是10%的機會 可以祝福成功 那如果你沒有時間去打 跟收集的話 花RB的話 在商店是會有的喔 那這隻這裡有賣 那他跟你講祝福機率上% 這是傳奇的卷軸 會有5個需要800的RB 那10%的附魔卷軸呢 所以只能有3個 但是價格就要1500的RB喔 沒時間的你可以在這邊買 但是你還是要斟酌一下 價格沒有說很便宜 然後他有機率的附魔成功 或失敗 那你附魔玩呢 這邊的字就會浮現了8種屬性 那裡面的8種屬性呢 你會稍微展示一下作者的附魔的內容給你看 那8種屬性你們分別裡面會有 增加對古時能力者 比如說野獸啦 元素啦 這些特殊屬性的元素者的傷害會增加 然後還有會增加你的打怪的經驗值 然後也會增加你打怪所掉落的錢幣數量 然後重點喔 他還有一個 是有機率你會不消耗能量 還是放技能 並且這個 技能的CD可以有減少% 以你附魔過後 隨機出現的等級 來增加他的% 那你附魔的時候呢 需要有什麼條件呢 神話的裝備你都大概看一下 鎖練度大概要在400以上 你才可以去進行附魔 那傳奇的話大概 大概要在350 那紅髮的劍好像300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話呢 武器也都可以附魔 那依照他的稀有度呢 他的需求的手練度會不一樣 那基本正常會去附魔武器的 應該都會附在神話等級的武器上 或者是常用的武器上 不可能花了RB去附一隻白色的武器 這樣有點浪費 那卷軸的部分呢 他應該是打得到的 因為米露有在這邊發現他有第二個 那第二個選項呢 他有一個普通 那普通的話 是你去打海上士劍的NPC怪 那他所掉落的道具 你可以做附魔卷軸 普通等級的 那就代表 他是可以打到的喔 可以製作 不一定要把RB喔 然後下面有一個鎖定 第一個 第二個有一個鎖定 那第三個第四個 那剛好符合卷軸的所有屬性 普通呢 高級傳奇神話四種 那你應該是 合成成功了 你就會跳到下一種屬性 那這邊就是附魔師的NPC位置 我們改版後的第一顆火炭 在331公尺外 走 第四個 第一顆火炭 是什麼造型的水果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顆是什麼 看不太出來 有音樂 難道是音樂果實 我居然撿到了音樂果實了 太棒了 我們趕快來斷驗一下吧 哈囉 現在果炭解凍了 我們發現了 任務果實的位置 居然是在新的島嶼 Picky Opus 我們來看一下它會是在哪裡嗎 發現了 是什麼果實呢 喔它變換造型了 不認識的果實 那看起來是 切切果實吧 大家認識它嗎 那新的島嶼 Ticky Opus的NPC位置 介紹就到這邊 那目前 伺服器非常的不穩定 那後續會再嘗試更多 海上事件的體驗 然後加上 我們會去找到 蜜維坦 那想要知道更多資訊的 請訂閱禮物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